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怎么样去呈现一个我们该有的形象 首先来谈谈商务着装 商务着装经过了 我观察这三十年 有一些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看一下 大概在1980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世界上 对于休闲服的看法和商务服装的看法是 这两个服装叫做井水不犯河水 各是各的 后来慢慢这个世界开始改变了 原因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主要就是由于IT产业 大家都知道IT产业从80年就开始萌芽 到90年到2000年以后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而IT产业一直是在所有的企业当中 穿着最休闲的 最放松的一种行业 所以简单讲从IT业开始 用他们穿的这么轻松的衣服 去赚了大量的钱以后 那些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家们 本来穿的都是三件式的西装 发现自己怎么样 太辛苦了 太划不来了 发现了没必要穿成那样 所以呢 可以讲这股休闲风 就这样子被带起来了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哦 现在变成这样了 商务装跟休闲装 开始有了交集 而且有大面积的交集 而且越来越大 就中间产生了一块叫做商务休闲服 那实际上呢 它的名称大概很自然 它就是把这两个二合为一了嘛 也就是business casual wear 商务休闲服 由于它实在这一块 这个混血儿啊 越长越大 所以到后来 我们不得不帮它做了一个更细的分类 我们来看看 我们研究一下 今天研究这个混血儿 这块商务休闲 我们发现当中有一块 非常接近正式的商务装 只是稍微降低了一点点 这个我们叫它经典款的商务休闲 然后我们又找到了 很接近假日休闲服的那一块 看起来很轻便的 那种我们叫它轻便的商务休闲装 这两块把它去掉之后 中间有一大块 其实是现代的人 我觉得各位都听过的 这块叫做品味商务休闲装 叫做smart casual 很多人听过 smart casual 其实是省略了一个字 它应该叫做smart business casual 应该是这样 它的全名 但它省略了那个business 那为什么我还又给它切了一块呢 大家看一下 有一部分就是叫做时尚的 商务休闲 也就是说 有一些人的工作 特别需要表现一些时尚感的 它可能做创意工作的 它可能是从事的是演绎 或者是设计方面工作的 它会有这样的一些 更时尚跟个性化的表现 所以这就是 大家看那个绿色部分 事实上现在的商务休闲 一点都不简单 它变得开始越来越复杂了 那么怎么样 让大家明确的知道 它是什么形式呢 各位看一下 其实真正的正式的商务装 我们今天已经看过了 我们今天好多位男士 帮我们示范的 它的穿法就叫做整套西装 同时还打了领带 那完全纯种的休闲装 叫做没有领子 也就是T-shirt 圆领衫 加上其他的长裤等等 那我们看看商务休闲 长什么样子呢 从整套西装 降低一点点下来 叫做配套西装 也就是上下不成套 但是我们在这边 有很多男士有一个误会 他说那还不简单 我家有三套西装 我是不是把它们交叉搭配 这样就叫做商务休闲 对不起 不是这样 商务休闲的这个不整套 也就是配套的方式 事实上西装就是单件的西装 裤子就是单件的西裤 然后再把它配合起来穿的 所以它不是让我们想象的那种 可以自由搭配 好 看起来最轻便的那种商务休闲服 它的特色是什么 叫做至少有领子 简单讲就是我不能穿这个圆领的T-shirt 可是我可以穿Polo衫 Polo衫就是有领子的T-shirt 对不对 它也是很舒服 但是领子一定要维持住 所以大家看一下 看来不太困难 那中间这块是什么形式呢 叫做有外套 就是我穿的所谓的Smart Casual 我必须是有外套 或者是长袖子 男生来讲穿个长袖衬衫 而不是穿短袖衬衫 那么时尚版的呢 我个人觉得有外套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各位觉得好像不太复杂 对不对 就是做了一些放松而已 好我们来看看 正式商务装 我们快速地把它讲过去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了 第一个叫整套的套装 男士女士都一样整套的 然后呢 它为什么叫正式的商务装 也就是它非常的传统 非常的保守 所以一切都是属于经典的 包括平滑的面料 剪裁和身 经典款式 以及协调式的搭配 好大家看一下这是女士的商务装 大家看到都肃然起劲 现在好不愿意穿这种衣服 除非你的工作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银行上班 对不对 你做的那个工作是必须 或你是政府官员 他必须穿这样 你看裤装也是一样的 很严肃的 好稍微放松是 衬衫跟这个里面的这个内搭 有点不太一样吧 衬衫看起来更严肃一点 内搭会稍微松一点点 男士的也是一样 看起来好严肃哦 对不对 正式的这种搭配 好 所以呢 正式商务装 我觉得不用再说 大家都会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话题是 什么样叫做职场不移 这个我觉得是 应该出入职场的人 比较会有问题 在职场久的人 应该都理解了 女性的话 太性感 太可爱 太夸张 太休闲 都不可以 这个对我们的职场形象都不利哦 好 不化妆 或者妆过浓 也不行 各位 我告诉各位 餐后不补妆都不行 好 你包包里 有没有戴着自己的 小粉盒 以及口红啊 有没有戴 如果没戴 我就觉得你不及格哦 为什么 因为你到了下午 就换了一张脸 对不对 下午你就没妆了 你吃完饭 你也不管了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好 以及 夸张或斑波的指甲油 我发现现在女生很喜欢做指甲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擦裸色的指甲油 裸色指甲油 稍微斑波 或稍微长一点点出来 看不出来嘛 如果你擦的是鲜艳的话 很可能就容易看出来 那你觉得是做那种水晶指甲 艺术指甲 然后去上班好不好 老板看到你这个指甲 会不会生气啊 你就照顾你那个手就好了 对不对 你还这样 因为它不太方便工作 对不对 好 你得非常小心地伺候你的手 对不对 那看了就一腹子 没有那种上班情绪的样子 所以那个是不利的 好 香水 我很赞成大家用香水 但是不要太浓 好 男士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第一个 衣服的状态要好 这个我特别提醒男士的 衣服不能旧了 旧了可能就得变成你的休闲服了 衣服不干净也不行 好 袜子过短 或者穿白袜跟丝袜 好 不要笑 真的有男生穿白袜 就是穿西装的时候穿白袜 或者穿丝袜 就是那种半透明的袜子 我个人是很害怕 好 效果很惊人的 不当的饰品 男士没有什么饰品 但我偶尔会看到他们 比如说带一串佛珠在手上 你觉得男士带佛珠 会不会影响形象 佛珠给人什么印象 我就显得你不自信 要不然就显得你迷信 对不对 感觉不是那么好 要注意一下 再来就是我写的这一串 都跟个人的 我们叫personal grooming 就是你个人的这些整洁的修饰有关了 包括头发 指甲 胡子 这个都要注意了 过浓的骨龙水当然不行 各位 喜欢男士擦点骨龙水吗 我不晓 调查一下 有人摇头 有人点头 我都希望所有的女生跟我一样 我喜欢香香的男生 总比臭臭的好吧 对不对 因为我每次问的时候 好多女生都说 嗯 我不喜欢 我觉得男士擦香水不man 我都觉得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因为这样的话 男生才会放心的去擦 很多男生想擦 但是他很担心女生对他有 你知道不一样的看法 但你知道在国外 男士擦骨龙水是 非常普遍的事情 每个人出来都是香的 当然就是不要太浓就可以 好 所以呢 职场不宜 我们讲了 再下来要讲 讲这个商务休闲的特色 刚刚讲了中间 这一大块商务休闲 这么复杂 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第一个叫配套 简单讲就是说 你不要穿整套了 你就是配的 诶 这样好像比较简单 对不对 就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 这种搭配的这种机会 再下来叫多变化 还不错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愿意这样 我们画了一条baseline 底线 男士至少有领子 女士至少有袖子 听起来合理吧 对不对 这样所以不太容易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蛮宽松了 好 什么叫做smart casual 刚刚已经讲过了 表现你的品位嘛 好 所以我们把smart casual的形式 重点是在smart 就是看起来很有品位 女士呢 你可以穿西装的混搭 也可以穿针织套装 我们刚刚讲的twinset 两件式的针织衫 还可以穿这种针织外套 家裙或裤 像我今天穿这个有点像第三 虽然它不是针织 但是是类似那个感觉 它是一个外套 然后套上长裤 所以呢是属于这一类的 男士呢是穿着外套 或者有时候可以穿长袖衬衫加马甲 或者是穿丽领衬衫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丽领衬衫的图 有点像中式的那种领子 蛮好看的 好我们看一下女士的这种配套的穿法 你的这个裙子跟你的这个外套 常常它是分开来的 那或者是你用连衣裙去搭的 好大家看一下 连衣裙也可以去搭 甚至你看这么花的连衣裙也可以 如果你的行业允许的话 这都是连衣裙加外套 外套有领子 没领子都没关系 这个是twinset 针织套装 好这个也是针织套加长裤 以及这种是长裤的这种搭配 男士一样上下要分开来搭 就是单件的sport jacket 配上这个单件的裤子 OK 不打领带也可以 那有些呢可以用这个领巾 或者我们刚刚讲的 不一定要穿外套 但是它可以选择穿 这是秋冬的时候 我们这么穿的 就是毛料的这种背心 或者是开衫 或者是里面 大家看是穿高领的毛衣也可以 穿polo衫 然后再加外套也可以 所以范围其实蛮广的 主要是有一个西装 这就是利领衬衫 好利领衬衫 很多男士穿起来是舒服 是因为他不用打领带 但是呢 如果他扣起来之后 那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绑住的感觉 所以他才会维持正视度嘛 女士的女性的职业装点评 今天我知道我们现场也有几位 特别是有穿职业装过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好我们正好可以检验一下 是不是刚刚在我们谈的 这个smart casual里头 有没有这样的一条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看到 什么就是衬衫加裤子的 对不对 这是一件 这是分开来的吗 OK 好我刚刚以为是假两件 我最近都被假两件给吓到了 因为街上太多假两件 所以我刚刚想说 是不是套起来的 好这是衬衫加裤子 好像不在我们刚刚讲的范围里头 好所以如果他不是在刚刚讲的smart casual里头 他就应该是属于轻便版的 对不对 就是他可以穿去上班 但是他是在商务休闲当中属于relax的那一集 最轻松的那一集 穿着衬衫 然后加上长裤 我觉得他配的不错 大家看一下 黑白配本来就是一个万年不败 对不对 然后他做了很好的几点 我讲一些细节哦 首先呢 这个衬衫啊 有一点点的这个荷叶 对不对 看起来呢 就显示一些女性的这个特质 那这个长裤下面 这是他原来戴的 他戴了一个这个蝴蝶的 蝴蝶结款式的腰带 好像我感觉这个风格非常统一 颜色是不是也能呼应 因为这个上衣的 用了这个黑色的扣子来点缀 我觉得搭得真好啊 再大家看一下鞋子 上面还有蝴蝶结 然后这个鞋子和这个衣服 跟这个裤子 也一样是在风格上 做了一个整合 你穿得很好耶 哦 真的很棒 然后他戴的手表 是属于那种非常简单的 就是好搭配的 跟他今天的整体服装的色彩 还有风格 我觉得你是精心打扮 还是你每天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高水平啊 太厉害了 就是平时穿的不会这么职业 就比较休闲 OK 所以他今天有稍微的注意一下 但是他穿得非常好 虽然这个 以这个职业装的等级 这还是属于relax的那一级 比较放松的那一级 但是他整体配得非常好 来我们再看看这一位 这一位呢 呃 对啊 大家觉得有点点小矛盾 因为他其实穿了外套 好 大家觉得这会比那个正式吗 他是连衣裙加一件针织外套 照理来讲 我应该可以把它放在 我们前面讲的smart casual里面 但我稍微觉得他 有一点点比较 你知道社交服装的感觉 是因为这件 这个有点深V哦 深V看起来有点小性感 我觉得 好 虽然他的颜色也是一样 跟他采取了一样 就是黑白配 就属于那种很安全的配色 但我觉得这个衣服的形式上 他表现了更多的 女性的那种魅力的特质 好 所以使得他的那个专业度 其实是有点降低的 好 那我是这样子看的 那不然的话 他这个形式 你看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 五分秀的这个开衫 好 那我非常喜欢女孩子 多准备一些 各种不同的 呃 长度的 这种基本款的开衫 他很容易的 可以跟你的衣服来做 搭配 好 所以 呃 这个其实等级上 我把它放在 smart casual 但是我可能会把它放在 那个 呃 我们讲的时尚版里面 叫做chic chic casual 我会把它归类在那里头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下面的那一块 因为它 确实不是有太多的 太强的那种 专业的味道 鞋子也配得很好 好 所以今天 嗯 两位女士 特别为我们打扮来了 啊 给她们热烈掌声 谢谢 谢谢 穿得非常的好 谢谢 好 怎么样来决定商务着装的正式度 这个才是真的重点呢 哦 究竟我该怎么穿 啊 我们看看怎么做 第一个 按照规定来 如果是国际的活动 我们可以很放心 如果你参加国际的一些conference 或什么 他一定会明确的 在上面就注明了 请你按照哪一种形式来穿 好 我觉得这个是西方人 呃 让大家生活变得更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给给大家一个集体的规定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比较着急的 就是说 我是看到那个规定 我看到dress code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才在书里头 把它写得非常的详细 好 让大家看到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呢 如果有规定就按规定来 再来 要考虑的叫做TPO 就是Time Place and Occasion 时间地点场合 呃 跟时间有关吗 你觉得我今天一个活动 是白天跟晚上 会不会有差别 当然有差别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商务活动 商务活动哦 白天跟晚上 商务活动在白天跟晚上 哪一个会比较正式 当然是白天 因为晚上不该是个上班时间嘛 所以它一定就放松了嘛 但如果是个社交活动 白天和晚上哪一个比较正式 就是反过来说晚上 晚上的社交就变得隆重起来了 尤其女孩子到了晚上的社交 我们就打扮得非常的靓丽了 那跟一个礼拜的周己有关吗 周一到周四 好像比较正式吧 到了周五 大家怎么样 都知道有个叫做 casual Friday的东西 对不对 就自然就放松了 好 如果你今天运气很坏 老板叫你周末去工作 这个时候你可以穿什么 更休闲 对不对 我周末都已经来工作了 对不对 很不错 很对得起你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要求 就会再降低一点 所以事实上和时间是有关的 和地点有没有关系 绝对有 从大的到小的地点都有关系 比如说呢 今年的五月份 刚好这个国际形象顾问协会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AICI 我们是在夏威夷开全球的年会 他这次就特别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虽然写的是smart casual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在度假天堂夏威夷 就暗示着大家怎么样 不要穿太严肃 所以我那天只有第一天看到大家还稍微装装样子 就有穿长袖什么的 到第二天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忍不住了 因为你眼睛一望出去 外面就是那个Waikiki Beach 就是非常漂亮的这个蓝天大海 当你看到那个景象 街上的人都穿着那种休闲装跟假脚脱 所以我们到第二天以后 大家都自动放松了 都开始穿着短袖 人穿着无袖 然后想像穿凉鞋什么的 就是大环境绝对会影响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到美国去开会好了 你觉得在Washington D.C 华盛顿 还有和 比如说如果叫你到Florida 就是到佛罗里达 也是度假的地方 你觉得一定是哪里比较严肃 Washington D.C 在中国本土我们也会有这个区别吧 你来到北京要怎么样 好像得正式点 到了上海呢 时尚点 到上海你不是时尚 大家都觉得有点瞧不上你 对不对 那如果到哪些地方你觉得要度假风情 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去了什么海南 对不对 一到了三亚大家就放松了 所以实际上大的环境是有影响的 小的地点有没有影响 有的 就是我到越高级的地方去办一个活动 大家相对要穿的正式 然后隆重一点 我到比如说度假村去办那种什么培训 很多人都穿的特别休闲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时间地点 场合是什么意思呢 场合就是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比如说我今天是去开的是一个专业的会议 或者我今天呢是去陪同一个特别的高端的顾客 或者我今天呢去参加的是一个时尚活动 各种不同性质都影响着我的穿着 所以各位 有没有好多事情需要细细的思考啊 是的 所以为什么形象这些这些话题 我们后来呢 认为它配称为形象管理 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管理就是要达到目标嘛 你必须有goals and objectives 你必须达到你的目标 那你可以去做规划 最后更细的来讲 我还希望把角色跟信息加进去 每一个人参加一个不同的这个活动 你的角色是不是不同 如果我今天是主管 主管有大主管跟小主管哦 对不对 区别 好 我会先给自己界定 我今天是不是主角 还是我今天是配角 这个时候装扮就有不同了 如果你是个主角应该怎么样 让大家看见 有的时候我们要低调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的收 所以这个角色的扮演是很重要的 最后这个message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服装规划那么细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message 正式的商务装给人的印象 其实就是专业 而稍微放松一点的经典款的商务休闲呢 给人的印象是要加强沟通 就在专业之外 我们还要想强调的是沟通 我们为什么要穿品味商务休闲服啊 展现的就是我们有好品味 我不好意思 我的品味有时候写那个味 有时候写这个味 大家发现了 原因是因为在台湾 我们都用的是这个味 我们直接这种taste这个字翻译的 就是 所以就是 你知道就是这个味 但是我来这儿发现大家用的是那个味 味接的味 有时候我们会穿那种时尚版的 是因为想展现更多的个性 为什么要穿轻便版的呢 轻便版的就是为了彰显我们是很有效率的 穿的轻松看起来是有效率的 所以各位职场的信息很重要 所以 有以上的这几个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几点 我们去做一番这个个人形象的规划 你就可以去找出来 你最合适的穿着方式 你最合适的穿着的